看看新闻网 一身墨绿色旗袍 照一白色西服外套 脚腾高跟鞋 怎么看都是个摩登姐姐 今年已经43岁的严妮 在这部五房大花的革命生涯中 又迎来了她的第恩春 在会儿 这辈子我做不成夫妻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下家和你 一定去 妈呀估计看到这个桥段 电视机前的姐姐们 不得不羡慕一下严妮了 虽说眼前的张伯不算是小鲜肉 但32岁的她 既有大男人的成熟稳重 又不失风趣幽默 还有这张不得不说是 相当帅气逼人的脸 重点是人家对严妮姐的喜爱 不仅仅是在戏里 连戏外都丝毫不带掩饰 因为我喜欢她 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 真的行 这一句你们猜 真是让笑编我懵了 张伯这颇有意服务 宣誓主权的意思 不过你可别忘了 现在的热播剧 《生活启示录》里 还有一个当红小鲜肉 也对严妮姐姐亲幼独钟的 该发生的就会发生 怕了吧 人家可是都亲上了 不过要说到底 谁和咱们的严妮姐最登对 张伯可是丝毫不退缩 那肯定是我呀 我比她妹 不是我肯定能hold得住她 你看我一脸都糊了 还hold不住她嘛 我就把我扎着她 恶地神呐 跟玉姐比起来 什么少女什么萝莉 真的都得靠边站好吗 你看人家演绎 35岁在武林外战中 携手杀意 38岁在北风那个吹中 牵手下雨 39岁在张小五的春天里 拥抱了一尾脸 43岁先是在疯狂 72小时里面上乔人凉 再是在《生活启示录》中 搭档胡歌 现在又多了一个张伯 演绎你是故意的吗 这不是我的选择 因为我也不是制片人 我也不是 我觉得最主要是角色 适合适合是最主要的 不是说我们非要好像是人 我从也从来 那我也跟很多 别的演员合作过 其实也从来不去找 这种噱头 新的在线 女顺采访八道